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乌鸦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蓝色监狱》 球队面临着背水一战的局面 姐把球传给了风乐过后 便独自一人冲响了指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个家伙令他感到最为危险 因为自从他开始自主行动的那一刻开始 他会在球场上做什么 便开始变得难以预料 与此同时 V队一开始对运球的风乐进行特殊关照 并且此时的风乐已经非常的疲惫 他正在寻找着自己的队友 此时的姐也明白了 一直以识人硬刚V队的Z队 大家也一直都在不断的奔走 而且风乐刚才的超级射门 虽然鼓舞了球队的士气 但是也使得他自身体力受到了极大损耗 风乐实在是无法继续弹打下去了 他果断的把球传给了一旁的大小姐 而姐忽然有着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千切十九后 他的老球友斩铁立马上来放手 恐怀名誉吧 是晚辉名誉吧 笨蛋眼镜 真是个毫无学习能力的家伙呀 千切再次把球提向了前方 于是 两人的赛跑又再次展开 当千切即将以最高速 超越斩铁的一瞬间 只忽然出现在了千切的前方 我收下了 大小姐 千切此时有着一种被看破的感觉 难道 自己准备和斩铁赛跑这件事情 他一眼就看穿了吗 but 太天真的天才 想要夺球 必然会寻到这个位置 那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是这家伙 虽然 无法看脱纸的运动走向 但是如果结合战况 一切变得紧收眼底 上把千切 我不会让他们 在阻挡你的郡族了 好孩子 结 之后我会奖励你一个摸头的 好孩子 结 之后 我会奖励你一个摸头的 这种对话怎么说都不会很热血 由于结阻挡了斩铁和纸 千切变在场上 无人阻挡 千切直接刷到了威瑞的球门线 随后一脚射门 不过门将却侥幸的扑到了球 球打断了门主场飞输 当大家都在崩溃之时 结也感受到了 另外一边 有人一个从任何角度都能够射门的野生动物 我压完直接一脚把球射向了球门 不过这球却被灵王给阻止了 大家再次沮丧之时 结依旧冷静 因为球的落点是那个家伙的领域 波胜一击波状射门再下一分 在队队三大前方的轮番轰炸下 终于和威瑞再次战拼 结此时脑海中开始回想了刚才的经过 和自己之前预判的简直是一模一样 此时他用手扶摸了自己的眼睛 看来 通过我的这块眼睛以及头脑 别能够看见未来的战场 如果好好使用这份能力的话 就能实现属于我的进球 曾经的球眼社会为了成立足球部 而开心的像个傻子 曾经的他即便面对队友的嘲笑 也会把问顶全国作为自己的目标 甚至 世界边的理想 也在他的脑海中一直存在着 不过逐渐的 足球对于他来说不再是单纯的游戏 由于心中对于胜负的执着 队友们的不好好训练 从半的缺乏干警 令他逐渐崩溃 而在同伴的眼中 他也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小丑 太沉重了吧 球眼社 和你一起踢球 可真是不开心啊 那一刻 旧人社终于明白了 一直在努力踢球的人 只有自己 当他收到蓝色监狱邀请函的时候 当他知道 这次他是只为自己而战的时候 他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 就算不择手段 他也要为了自己的胜利去踢球 眼前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 Z队4比4 和五号楼的王者V队占拼 并且还是在缺少自己 仅有识人的情况下 看着场上世袭高尚的同伴 以及有预指的觉醒 而变得无法预判的V队 旧人社非常明白 下一球 将会决定整场比赛的胜败 眼前的他和国神进球数量是一样的 黄盘数也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排名更高 此刻他只要什么都不做 见证Z队的失败就够了 只要什么都不做 就能够活下去 V队的守门员把球传给了展铁 千千再次上前定方 已经由我来阻止吧 很抱歉大小姐 我们这里现在 可是有个觉醒的天才 粘贴的球传向了纸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纸的行动 快回房 再让他进一球就完了 漂亮 粘贴 幸亏你看到了 我也觉得是在这里 杰又一次成功地预判了纸的行动 如今赛场上 Z的弱点 只是因为你的存在 我绝不会放你逃走的 我们可真是常常碰面 球的飞行方向对纸非常有利 杰此时忽然改变了自己的奔跑轨迹 既然他已经无法追上这球 那不如提前站在最优的防守位置上 给队友征询时间 可是 碰到最佳位置的前例条件 是预判好这家伙的停球脚 左边 右边 会是哪只脚呢 杰怎么也想不到 纸这家伙居然选择了用后背截球 这家伙的创意 简直在意思远 杰一瞬间就被甩开 纸直扑球门 眼前只有门将一人和他一对一 结束了 Z队最终败给了纸的才能 一切都会就此 分崩离析 纠线社忽然扑了出来 以极其恶劣的手段阻止了纸的射门 由于动作非常恶劣 他也因此被红牌罚下 当他抬头看到杰的一瞬间 他说道 这样一来 Z队就可以继续战斗了 对吧 明明袖手旁观就可以坐收于力 眼前的纠线社却主动被附上了红牌 从而失去了留下来的机会 纠线社默默地走下场 面对同伴的各种疑问 他只说了一句 你们绝对要赢啊 下半场重新开始 时间依旧还有三分钟 V队的其他选手告诉凌王 眼下只要好好的防守 就可以击溃这队了 但凌王却不愿意接受这种建议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要击溃他们 只有这一种选择 和这种家伙占平 就等于败倍吧 要说不会就此罢休 我们也一样啊 对对 还有一球 V队的自由球由凌王来开 大家都各自战好了人枪 此时守门员对凌王的步伐进行着预判 这家伙 到底会把球传给指 还是斩铁了 各种选择在守门员的脑海中不断出现 忽然 一种念头涌起在散散的海中 不对 等等 这里是蓝色的监狱啊 是立体者的话 当然是自己射门吧 守门员铺对了球 但危险还没有结束 斩铁一号的出速度摆住了牵切 追上球后直接射门 幸好雷射成功阻止 不过球却掉到了指的那里 此时的指浑身散发着令人绝望的信息 哎呦 一球 Z队全员警戒 不过指却以一击高调球 直接越过了所有的防守者 守门员回头看向空荡荡的球门 一切都结束了吗 还没有 玩完从队友们的身体上跳楼过去 属于野兽的直觉 使得他的球即将进入球门的一瞬间 一击倒钩就不断球 球落入了姐的脚下 眼下 将是最后的反击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你给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